国立中正大学近年以理工科系著称并扬名于外 相对于其他科系的表现就没有如此突出 会造成近年学术风气的趋势如此发展 归因于校内的发展方针 而校方是否有意将资源读后理工学院 此为受到学生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进中正大学之后其实都有重理 亲吻的感觉 因为就像就业博览会 他们大部分的企业跟中正合作的企业 通常都是理工科系 我一直进来我就觉得通试课程 很多都是关于理工相关的 如果同学也这样感觉 有些老师也有这样感觉 那一定是3号某些东西出问题的 社会机制是这样在运作的 不是你自己想说你很好就很好 而是接受者如果他没有感觉到说 学校照顾他 重视他 那就会有这种冲突 纵观历史 中正大学创校时期的理科与文科系所各自一半 民国78年创立的元老武朔班分别为应用数学研究所 资讯工程研究所 国际经济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所及社会福利研究所 但如今校内以理工发展为趋势 使人文系所发展受到限制 虽然我们的文学院的科系很多 但实际上整个经费放在理工的是比较多的 那也因为整个主管比较多是理工的思维 那他们的思维并不是不好 只是说跟文学院这边会有一点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在理工的思维底下 他们会讲求量化的东西 讲求绩效 什么东西都要有绩效 在文院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直化的东西 或者是内化 我们大学四年给学生的东西 是希望他能够内化成他的基础 然后他再去试图地去发挥它 而不是说我们告诉他说 你学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进业界工作 所以说如果要讲求绩效的话 这个对文院的发展会有很大的障碍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 理科和文科的教授虽然认同学校的资源分配 但也试图争取更多的经费 并推动教学计划提升产学合作 我们学校的那个教学的资源分配是造 那个学生人头 那电机系工学院的学生很多嘛 所以这样子称一称 那当然那个进会会比较多 因为我之前参与过那个 效务发展的中长城规划的一些撰写 所以我大概有一点感觉就是 没有办法 学校性的这种分配不能公平的分配 因为你像理工科他的器材很贵啊 中文不需要用到仪器 所以如果平均分配的话 这是不公平 对我们会影响到理工的发展 而且我们也用不到那么多钱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还是要按照学校的整个发展重点 那我个人对于经费的分配 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那工学院理学院要做的教学 有好多的需要仪器 那这些其实也要从同样的经费里面挖出来 那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那坦白说常常我们都是 在经费不够的状态下面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也好 仪器也好 这部分就要用其他的经费来去cover 那那就是我们去外面抓的 这些研究的经费这样子 中正大学的学术风气 感受最深且影响最大的 就属在校内学习的新兴学子们 对于学校的政策 及自己系所未来的出路 同学们也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 及希望校方可以改进努力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文组跟理组相较之下 理组就是感觉比较专业嘛 然后文组就会面临很多就业问题 我觉得他们可以提供更多 就是像就业不让会 或者是因为据我所知 就是语言中心之前自学 只要超过20个小时 每个学期就会有一张证书 就是你有自学过英文的证书 但是它现在好像已经取消了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更注重文 就是理工课的学生应该也要 培养一下语言的能力 如果就有一个大学的角度的话 应该要各个学院都照顾到 不能只照顾专重理工 这样子 中正大学今年首度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希望这些经费能带来更多良性循环 另外跨领域学习已经成为必然的社会趋势 同学们应当顺应产业需求 提升自我学习宽度并多元发展